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待不下去了 就办了个工签 到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有工作吗 有 刷盘子 给一个印子餐馆刷盘子 刷了三个月 三个月还多一点 差不多一百天吧 每天是工作12个小时 而且这12个小时都是正常工作 不算加班 哇 很累 那你到新加坡 是说当时想留在那儿 还是说没有 你当时明镜 对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我要从中国出来 先出来再说 先出来再说 因为我在那环境时代是待不下去了 对共产党的反感呢 始于上 应该是上初中 或者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那个课本里不停地说自己好 我就 我这个人就很简单 一个人没有吧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总是吹牛逼 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那时候小孩的想法就这样 对 到后来 不是后来 差不多同一时期吧 那时候有八九六四应该知道 是吧 我那时候差不多不到九岁 八岁多 嗯 那时候 我就后 你八九岁应该不会关注这些事情 不关注 但是那时候我很清楚的记得 我们村里有人从北京回来的人说 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 坦克年人 这个我是非常深刻的记得脑子里的 八九岁 然后你们村的人 哦 你河北离北京也近一些 对 我河北廊坊嘛 离北京非常近 跟你讲的那个事情 我是大人们在那聊天 我听到 不是他跟我讲的 然后对于那个八九岁全来讲 这些东西产生哪些触动吗 我就想 这是 坦克年人都很可怕的事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政府啊 非常可怕 八九岁你会有这种反馈吗 没有 我的反馈就是说很可怕 就这件事本身很可怕 知道吧 但是对于那个党怎么样 我那时候是没有人知道 嗯嗯 然后就像一个种子一样 就是埋在那 对 对 他也并没有变成大树或者怎么样 他可能就在那折服着 对 后来是什么时候 就是明确的认知呢 是我在外企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可以上外网的 我查了相关的图片 就是 就是八九六四的那些图片 大概是你多大岁数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 接近三十岁的样子 嗯 我就知道这共产党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但是那时候怎么说呢 呃 孩子也刚出生没多久 然后 当时国内的经济也算还好吧 而且那时候环境相对来说没有 没有那么糟糕 还是 十年前好一些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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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的感悟也没那么深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觉得 啊 感悟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对 慢慢的还混得下去 嗯 嗯 真正促使我这个这个这个种子 就是发芽子呢 是 我和我女儿在2020年的1月9号到13号去了一趟那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2009年 2020年 就是疫情爆发前 嗯 我看 我就是1月9号到13号 我和我女儿去了一趟那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旅游 旅游的过程 白天就陪孩子玩 晚上我就在那翻那些资料 包括什么六四啊 什么 那时候就有很多讯息过来嘛 嗯 而且 我在那个马来西亚 吉隆坡有双子塔对吧 嗯 离双子塔不远的地方 当时车在那停下 让我们拍照 就是拍那双子塔嘛 当然离的比较远了 嗯 但是旁边的就有那个法轮功的人在那举牌子啊 嗯 然后讲些东西 我我当时是 我是查了一下 我只知道法轮功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嗯 我觉得我知道他们是受害者 所以我就站在 跟他们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嗯 嗯 那张照片呢 保存在我那个谷歌邮箱里面了 当一个草稿 那时候 那我是我第一次赶 还有吗呢 多少平现在 在我那个谷歌邮箱 但是那个邮箱我现在拿不回来 因为手机手机丢了就暂时拿不回来 回头我要再找谷歌要一下 嗯 密码你记得吗 密码记得 但是他仍然要验证那个事情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跟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或者是什么的 嗯 因为我我可以和别人 我和我支持的人站在一起 和受迫害的一方 对对 和受迫害的人 或者说我支持的一方站在一起 表达我的观点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表达 你有把那照片发出去吗 没有 我不敢 嗯 那时候还不敢 啊 回去之后就封城了嘛 然后就待在家里嘛 而且怎么说呢 那段时间反正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 然后就拿着手机翻墙嘛 每天翻墙 每天翻墙 嗯 然后看了各种各样的资料 对于共产党的这种认识呢 就越来越多嘛 但多了以后 就是说这种 呃 人是有一个本能的那种是非判断的 对不对 嗯 这个人坏 他还拼命说他好 他还不让你说他说他不好 这个人我觉得就 就简单的逻辑的判断 对对对对 他不仅仅是坏的问题 但是非常非常坏 所以那时候 对共产党就彻底的 否定他 然后这个东西 我就认为他 就不应该存在 在这个这个世界上 仅仅是因为疫情促使你去想这么多吗 是因为 因为你想哈 你疫情的时候你也三十大几 也有小四十岁了 对不对 那你在之前的呃 三十几年 除掉你说八九岁的时候听过村里人讲那个六四的事情以外 那在你这个中间漫长的 从长 从年之后工作的过程中 你的内心有变化吗 呃 有 但是就说他类似于什么呢 就像一种悸动 嗯嗯 也许碰到某一个点某一件新闻某一个事件 比如说那种假疫苗 嗯嗯 是吧 或者说地沟油 嗯嗯 或者说毒奶粉 这样事很多呀 对啊这样事很多 或者各样各样各样的什么安全事故啊 可能人就麻木嘛 对啊哪里哪里爆炸了呀 比如天际港爆炸了是吧 对 比如说哪里桥梁回来啊 就说我会悸动一下 嗯 但是很快就被生活的压力啊 或者说是呃 其他的新闻逐渐的就就就就掩盖掉了 他并没有他并没有爆发出来 嗯嗯 真正爆发出来是因为就是因为疫情 闲在家里没事 嗯 然后每天就会上上就是上油管嘛 看视频 或者说上推特 看一些啊 真实真实的信息 然后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 在这种呃 比较稍微长一点的时间的一个积积累之下 慢慢的这个这种感觉 他就会突然间像那宇宙宇宙大爆炸一样 突然间就就就炸开了 然后就占据了我整个身心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做生活的世界原来是个地狱 就原来没有这个认知了 你而且他们伪装的也很好啊 整天伪光正对不对 然后经济也确实跟一些非洲国家也强一些 是不是 他们就这跟差的比吗 对啊 所以所以这种一方面肯定是我自己蠢我是承认的 然后他们的这种系统性的洗脑啊掩盖啊 谎言啊欺骗啊 他也是呃 我工作的很好的 他们做的很好 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很好 或者说禁言啊 就是对他们不利的信息 他会马上删掉或者是怎么样的 他这方面他做的很好 所以就很难产生这种爆发 但是这疫情确实我想那家确实就爆发了 你爆发有没有跟你家人就交流过这些观点私心 但是其结果就是我像我预料的那样 预料的那样 他们说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过年的时候我妈会贴一张毛泽东的像在那墙上知道了 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年代还有我们人做这事吗 中国很多都是老一辈像你上一辈 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多人车上刮一个毛泽东像 或者摆一个说那个东西的鞋啊对不对 这到处啊到处都是这种玩 怎么拜我像是要不得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结果 然后包括跟每个人的除了跟我女儿谈 他没有反抗之外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形成意识嘛 女儿多大 现在今年刚刚十二岁 只有一个孩子现在 对 所以不忘了跟谁谈 去接我亲人 主要是你的另一半呀 其实父母辈的那其实 那更谈不来 他是算是一个国企吧 他总说你好反动啊 你是汉奸的 就是这样的 真是这样 这是事实 那有没有尝试跟他沟通达成这种共识呢 嗯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有次跟他谈 我说以后经济越来越差 我们早点让孩子出来留学 他说谁说中国经济越来越差 往往谈及这个相关话题的时候 最终都是一个fighting fighting 就是很处理的很不愉快 那后来怎么办呢 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嘛 就变得不是很好 ok 那你选择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通过这种偷偷的方式 我没有跟他说 你有这个责任跟他说吧 毕竟是你的另一半嘛 我们分居了 因为我尝试过跟不同的人去表达我的这个想法 包括对共产党是怎么样的 我跟同事讲 结果也是一样的 也就没有必要跟同事讲吧 就是说 比如说大家先聊的时候 遇到某件事 我说这里 共产党做的就是政府做的不对 他们说你小心点 说话小心点 不要乱说话 一般人都不会说 自己心里怎么认为 就藏在心里就行了 有的时候 就说 人是有这种表达的欲望的 对对 可能每个人的程度不同 对对 我呢就是那种稍微强一点 嗯 就说我看过一句话 宁明而死不墨而生 就说 人还是要说 因为你如果不说的话 大家都沉默的话 结果就是就是那种恍然 占据上方 或者邪恶占据上方 太对了 李文亮 为什么我尊敬他 就是因为他说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呢 我就没办法 你就是说 大家都反断 我就学那19840的主人公 我就写日记 嗯 我大概从去年的过年 不是那个二月份 2021年的二月份 就过年前 开始写 一直写到我出来 叫2021年的8月31号 差不多坚持了六个多月 日记有写什么呢 就是写每天我 呃 看到的新闻里面的一些重点呢 或者说我呃 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啊 都是最终的归宿呢 都是跟政治有一点关系 包括比如说呃 共产党要搞他那个百年党庆 是吧 嗯 街上挂了很多那个那个灯笼啊 什么东西呢 那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不管是什么 你办庆路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钱谁出 那你挂灯笼 你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还是你的党产 这个就很重要 对不对 你不能用纳税人的钱 去办你一个党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清点 你这很明显是 是是是是 那叫 你就变成一个党国了 你就跟你跟你原来所通吃的 那个国民党就没去 对不对 也应该是我们被打倒的一个对象 对不对 我想法就这样 后来那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那个王毅 那个战狼在那上面大放厥词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丢脸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 一个国家的脸面 你这样一个战狼的这种一个行为 我觉得真的很丢脸 你应该文文尔雅 像中国那种一个礼仪之帮的一个样子 不是像一个疯狗一样到处咬人 对不对 包括后面 很多很多事吧 包括什么 后来印度的那个疫情闹得很严重 然后中国共青团又发了一个图片 中国点火就火箭上前 印度人点火就是在那烧那个病死人尸体 我觉得这他妈的就不是一个人该干的事 对不对 官媒发这样的 对 对啊 你怎么能站在别人的尸体上 然后来获取快感的 就是你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人都应该是有同理心 有一个同情心的 有一个怜悯心的 对不对 对于别人的苦难 更何况这个苦难的根源就是你造成的 你就是你从你的武汉出来的病毒吗 我觉得这种惨无人道的事 你还好意思作为一个官媒 发在一个微博上 简直是丢人丢到底 包括我后来去新加坡打工 我那个选了个印度餐馆 我就直接跟印度说对不起 那些病毒就是从我们中国来的 那你在国内还有没有遇到一些 你觉得你的观点观念思想 跟你周围的亲亲也罢朋友也罢 产生剧烈的撕扯 让你特别痛苦的这样的事情 最大的痛苦就两个 当然也是这两个原因的也是迫使我 从国内逃出来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诱因吧 第一个就是他们搞保健党兴 我们公司那些人他们也有病 你刚才说你不是外企吗 后来我转到一个保险公司 在那里工作了有几年 他们就在那整天唱红歌 穿的还是那种 就是八路时候那种军装 你知道吧 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要求 每个人在那唱红歌呀 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听着就恶心 根本就说让我唱了 所以他们每次唱的时候 我就溜出来 上个厕所呀 或者出去到哪转一圈 我就不参与那个 因为我是绝对唱不出来的 那有些教会还唱红歌呢 那他们绝对不是教会 那就不是教会 我跟你说 那就不是宗教 我是鄙视那样的教会 很多的 其实在国内 我知道三字教会都是那样的 所以我也不去三字教会的教堂 第二个诱因呢 就是那个社区啊 给我打了三到四次电话 然后去打疫苗 嗯 我是不相信他们做那个 就是 我是不相信中国人 就是现在的中国人 能把疫苗这个东西做好了 嗯 我就不相信 要数据没数据 是吧 你要一个保护率没保护率 要一个后面的那个副作用 也没有副作用 任何数据都没有 我原来好了 好歹也是一个小工程师是吧 你这什么数据都没有 让我相信你的产品 狗屁 我才不相信呢 所以我就不打 我在国内也有朋友 像你这样的 就是疫苗这一块的 态度 哎呀就很坚决 一直都不愿意打 天天上门骚扰 天天上门骚扰 一天骚扰你多少次 是 就那种 后来他听我 他跟我讲一事 我觉得特别搞笑 他说那个微信有些群 你在群里面有人 有人带打疫苗 你不是怕吗 你不是怕对你的身体有伤害吗 我不怕 五百块钱 我帮你打 戳我 有这样的事情吗 听了 有 有 有 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出现 是的 这也是疫情期间 那是上网课嘛 上网课没问题 那老师每天早晨呢 他有两个老师在里面发 那个帖子 他那帖子里面的什么内容是什么 大致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到处发起战争 然后这次又释放了病毒 这是老师发的 你知道吗 这老师是他 一个个人行为呢 还是说上面有这样一个要求任务 让他们往这个学生群里 是发学生群吗 就是所有的学生家长都在的一个群 他们上网课就是在那个群里 我问了一个老师 我说你这个是你们学校给你们下的任务 还是你自己 他说我 他说是他自己 他是这么说的啊 细节我 具体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跟老师考虑了后来 结果就是我被踢出去了 这就是中国的教育 他不是教育 他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洗脑 第二培养韭菜 学的好一点 就是赚的多一点 教的税多一点 就是好酒菜 学的不好一点 就是小酒菜 因为他他一直在混乱一个东西就是 消灭你的逻辑 逻辑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嗯 他能帮助你明天是非是不是 把那个逻辑给毁掉 这时候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另外那个语文 中国的语文教育是最大恶极 你我们都是在中国接受过教育 你知道他们考试都有一个东西叫阅读理解 对吧 对 他往往就问这段话 作者想表达什么 对 而且统一答案 统一答案 这个东西 他就 我始终认为这就是说 为了共产党以后觉得就是说只有一个声音来做准备的 你是怎么认为的 因为你的小学阶段你就服从于一个标准答案 你到社会上 其实他们不叫标准他们叫参考答案 但是他是作为你评分标准 对对 你的回答要围绕那个参考答案来 对 离那个远 对 离得越近分就越高 对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你走上社会你也会这种观性思维就下来了 就是说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生活也只有一个模式 是上班 生孩子 买房买车 就这 甚至于任何一件事情 发生一个新闻事件 比如说天津港爆炸 比如说毒疫苗事件 你往往最终也会统一到一个标准答案上面 就是官方说官方官方那个公告上去 这时候你就不会去反抗 你就不会去质疑 对你就不会去质疑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如何杜绝这个事情是发生 中国所有的行为都没有都没有这两个 都没有这两个的 只有一个官方处理完了就完了 所以这件事情 他只会不断的轮回不断的发生 而且对生对生命也没有尊重 为什么这么认为 作胎就是很很很很很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而且选上都是堕胎广告 对啊 流产广告 无从流产 今天做明天上班 就好像你剪了个头发一样 这就是他们对生命的看法 只要那个人没生出来 就不是生命 就不是生命 包括那些堕胎 就算你人生出来了 有的时候你也只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武汉疫情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个人 不就是一个数字吗 有名字吗 没有 但是我知道911的时候 那边每一个人的名字 他是干什么的 那是有一个杯是个名字的 对 那不是一个数字 那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生命 他有他有他非常精彩的人生 他还有未来更可以期待的精彩的人生 中国都没有 连数字都不是 有的时候连数字都不知道 死了100个人 他说一个人 那99个人连数字都算不上 这就是中国对于生命的态度 这是很可怕的 知道吧 他这么就是说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下 他都不尊重生命 那么私下的场合呢 比如说有的监狱里的人 直接就死了 都冒冒冒死 有很多异见人士 对啊对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这种反贼在中国被发现的话 可能随时都可能像空气一样消失 甚至你想死都死不了 他不会给你做什么程序啊 除非你如果你有点影响力 他可能会做一样的程序之类的 像我们这种极机无名 连数字都不是 可能成为某个人 某个大观的一个器官的受体